我很多朋友听过 他们去算命啊,或者是去找风水师 那个风水师直接跟他讲 你不要再做通知了 如果你要去找通知,你就不要来找我算命 他是属于我们讲的无性 无性取向 无性恋哦 无性恋,对 他是男又不喜欢,女又不喜欢 他只是喜欢自己 哦,自恋啊,这样子 你敢说我敢播,欢迎收看冰冰有礼 我是本来下男孩,郑冰彦 那大家是不是很久没有看到我了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课题呢 是风水课题 很多人都有听过风水课题 但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风水课题 比较特别 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是 同事与这个风水的关系 到底一个人是不是同事 从这个八字能不能看得出来 我相信今天这个课题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YouTuber讲过 那我们今天呢 就很荣幸邀请到了这个风水大师Master 李俊逸来为我们解密 来,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谢谢兵业 我本身呢 是一个国际企业风水命理师 通常一般上我都是做那种大企业幕后的一些策略 就是帮他们manage他们的那些工资上的东西 然后把他们的业绩如何带去 就是上轨道 更上场人物 这样子我在从事这个风水的命理呢 大概都有 到今年为止呢 就20年了 在一段时间里面遇到一些顾客 他们是同志 然后就开始有去研究这个同性的 就是LGBT的一些八字 然后听说你是很擅长就是从八字上面看一个人是不是同志 到底同志在八字上面有什么特种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他的性取向 比方说他是异性恋 还是他是同性的 然后他同性里面有分男跟女 你是属于哪一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有一种是说异性恋 但是他们是属于双性 就是之前可能是异性恋 然后过后变转去同性 是在哪一个 税数他们会转 我们都可以从八字里面看到 所以一个人是不是同志 可能从八字就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对啊对啊 就是这样子的话 像你自己本身的话 你从你自己的八字里面 你也看得到你的去向吗 有啊 因为我以前就不懂了 因为我本身小的时候就 好像感觉到 好像会喜欢男又会喜欢女 就是双性 然后过后就接触了 这个八字之后呢 就发现到原来自己是双性恋 然后比较偏喜欢同性 因为我本身呢 就是整个八字都是男性化 所以里面还可以看到男性的性格 所以就很刚很强的 就比较偏中性 比较男性化这样子了 这样子到底在八字上面 有什么东西是可以 让人家知道他是比较偏同性的 如果是男性来讲哦 如果他的热柱里面呢 红燕煞比较多呢 然后他男性 他的财心不旺 就代表着他比较偏去同性 然后如果他比肩又多的话呢 就是完全是同性了 如果是女性的话呢 他就是敷心不旺 关心不旺 然后他如果也是有红燕性 他也是有很多的比肩 就是代表他也是同样的 会喜欢同性比较强的那个感觉 可是很好奇这些你是怎么学到呢 因为我相信很多传统的风水师 都不会教也不会碰 甚至很多风水师都很避忌 谈这些东西 其实外面是没有师傅教过这一点的 然后我那时候在2009年接触到一个顾客 他是男同志来的 我就一看他八字 我就讲他是同性的 他还没有跟你谈称一下 他没有说的 然后是朋友介绍的 因为我本身呢 是有买一些书籍来研究 结果我买了很多书籍看 也没有说到怎样 没有提到 没有讲到 几乎没有同学 几乎没有的寻找 所以后来就慢慢的从这些顾客 第一个顾客开始去叫他们给 因为他们通常朋友圈都有同志的 就从他们的八字看有什么共同点 这样子 对然后就找他们给资料 然后听他们讲的故事 然后我们去看他的八字 然后才分析到出来 把它Categorize 这样分起来 这样你觉得同志是先天性的因素比较多吗 这个绝对是先天性的 如果一个baby出世的时候 他一出世 他的年月月时 都可以马上看到他的性取向了 所以我是Categorize 他是在先天 而不是后天 这样有没有一些人的八字就是 会显示他中途会转 有啊 我也有这样的顾客 他开始的时候是异性恋 然后他结了婚,生了孩子过后 到了某一些岁数 他们就会转去喜欢同性 或者是从同性过后慢慢又再转回去喜欢异性 这两种都有可能 所以其实很多人的兴趣向是流动的 就是未必出世就是可能真的是 到了一定的年纪会改变 对啊 像我自己本身的话呢 从你的八字里面 你的财性不够旺 因为男性来讲 财性是代表另一半 或者是代表老婆 也是代表钱财 然后如果你不旺的话 不透的话呢 就会很容易偏向去喜欢同性的趋向 然后如果八字里面有的贺多 好像你这样子也是有蛮多的贺 或者是行 自行 也是代表着同性 喜欢同性 我很多朋友听过他们去算命或者是去找风水师 那个风水师直接跟他讲你不要再做同志了 如果你要去找同志你就不要来找我算命 我就认过几个都是这样子 其实在我的观点来讲呢 我觉得风水师傅不应该这样子啦 就是说你明明是喜欢同志的你就应该要去怎么说就是接受 接受 ok 做回自己 因为你做回自己的话因为我在我的经验当中啊如果你做回自己的话哦你内心的那种才华能力潜能全部会发挥 如果你在隐隐约约约比方说 ok 女性的话哦 她好像要留长头发又不是又好像要剪男的妆又不是这样 你会有一种挣扎就是说自卑啦然后没有信心啦缺乏一些 如果你做回自己比方说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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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中性的你要做男性化的你就应该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男性的性格 然后你就很很很很motivated 就是很有热忱去做某一些事情 就变成你会把事业各方面都做得很好 刚才有提到一个案例了嘛 就是你还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案例 嗯有的我有看过一些他是属于啊我们讲的无性 无性取向 无性恋 无性恋 他是男又不喜欢 女又不喜欢 他只是喜欢自己 自恋啊 差不多是自恋啊 他的兴趣就是吃啊 玩啊 去旅行 就很开心 可是他身边蛮多 男啊 女的很漂亮啊 之类的也有 可是他就是没有那种感觉 这个我也是有听过 他们是最少数的 我有上网看过 他们是跟LGBT一起游行的 因为 但是他们是比LGBT更弱实 他们叫无性恋 我又对女的就没有兴趣 对男的我又没有兴趣 他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无性恋 我们说的 有遇过一个 这样子的话 他的八字是怎样的呢 他八字啊 是全部一样的 就是自行的 然后全部一样的 他桃花是蛮厉害的 蛮重的 就是人缘特别好 人缘特别好 但是又每个都看不上 哈哈哈哈 就每个都不爱 他每个都不爱 只爱自己 做好自己 好 这样子最后你有什么话 想要对同志全体说 我是鼓励 如果你是喜欢同性的 或者是 知道自己的性取向 就应该要坦然的做回自己 就是把那种性格带出来 就是说如果你是女性的 你想要做男性 你的性格是男性 你就要好像 剪短头发啊 穿男装之类做回自己 然后你把你的内心的那种 才华能力全部发挥出来 如果家人反对 OK 你应该要以一个怎样的方式 去跟他们好好的沟通 让他们更加明白 最好呢 我建议就是 去看一个八字 找我来看你的八字 看你的那个性取向 是不是这样 confirm 如果是这样 confirm的话 你应该要怎样去跟 你的父母去谈 如果不会谈 也可以叫我去帮他们谈一下 就如果你的风水是偏同志的话 你硬硬去找女生结婚 就会不幸福了 对 因为有很多这种案例 有啊 我们也看到蛮多 就是说他们是 为了要掩饰 掩饰他是同志 所以他就去选择异性恋 然后过后随时是不公平的 在感情上是不公平的 对待 伤害了另外一半 所以我们是鼓励 就是做 就是 跟对自己的感觉 去做回自己 爱就对了 爱对人 爱对自己 好 这样子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我们 Master 李俊逸 给我们分享那么多实用的 同志风水资讯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影片的话 就记得按赞订阅 还有分享 还有追踪老师的这个Facebook 我也会在这个资讯栏 下面放一些老师的相关资料 那如果你对感情啊 不管你是同志还是异性恋者 都可以问老师 或者是你对你的这个家里啊 或者是你的这个公司啊 你的企业啊 你的事业啊 有一些疑问的话 我相信 Gini老师都很乐意为你们解答 所以我们下个影片见啦 拜拜 拜拜 谢谢